我剛才收到一個訊息 中國考慮將目前8間火電和核電企業合併 重組成3間 市場的謠言已經擴大到核電 但如果你說 就剛才說了 過去的人對這個電力工 火電和核電平壞都有點猶疑 最主要的原因是 煤電一體化這個大前提之下 電力公司和煤炭公司 煤炭設備公司再配上 三個配上一間大的煤炭公司 或者大火電公司 是合理的 但是在煤電一體化的綱領裏 你擺一間核電裏裏 其實就是988 核電跟你說 你給煤我幹甚麼出 但你會不會太理性 這些位置 電力股其實跌了很多 是 對的 對於你們這些沒有理性的人 我這些就聽不懂 最理性是你 最理性最賺不到錢就是你 如果對著這股市場就 你管我火電和核電加上甚麼電 總之有消息就能炒 對的 如果今天喜歡炒的 就炒一下電力股 就是手行那些 或者很久沒炒過 你買1071了 我買1071 對 喜歡1071 多點 3.3 對 你要買這些你要記住 國內這些全的怎樣合 怎樣拼 基本上 你現在第一次看 你覺得很新奇 很刺激 哎呀這個拼那個很開心 過兩天又講別的 對 過兩天又講這些 始終你都要相信 我敢講一個概念 對 之爲 很確定